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若望福音 五章三十一至四十七节 愿耶稣的话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耶稣对犹太人说 如果我为我自己作证 我的证据不足平行 但另有一位为我作证 我知道他为我作的证足以平行 你们曾派人到若汉那里去 他就为真理做过证 其实我并不需要人的证据 我提及这事只是为叫你们得救 若汉好比是一盏点着而发亮的灯 你们只一时高兴享受他的光明 但我有比若汉更大的证据 即父所托付我要我完成的工程 就是我所行的这些工程 为我作证 证明是父派遣了我 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 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 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 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 存留在心中 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 你们考察经典 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 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 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 为获得生命 我不求人的光荣 而且我认得你们 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 我因我父的名而来 你们却不接纳我 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 你们反而接纳他 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 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 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 不要想 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们 有一位控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寄望的霉色 若是你们相信霉色 必会相信我 因为它是指着我而写的 如果你们不相信他所写的 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若望福音中的语句很精炼 非常有深度 每一句话 都需要我们仔细地玩味其中的深意 才能略懂 耶稣的心意 今天这段圣言 是耶稣为了向犹太人 说明自己的工作 让他们明白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来自天主的旨意 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 认清信仰的核心意义 好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那么 这些话 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这些话 能帮助我们 认识自己的信仰 若汉的宣讲 天父借着耶稣所行的工程 以及经典中的记载 为耶稣的言行作证 好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都指向耶稣 若汉曾亲自向门徒指出耶稣 是除免是罪的天主高养 天父借着耶稣所行的一切歧视 向跟随他的人 显示 他是天父所派遣的 经典中的预言 在耶稣身上实现了 通过这三方面的作证 我们可以看出 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反而是拥有天人之间奥秘的使者 他的话能够让人认识 天主是谁 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虽然耶稣这样跟犹太人说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 派遣我来的父亲自为我作证 你们从未听见过他的声音 也从未看见过他的仪容 并且你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 因为你们不相信他所派遣的那位 所以 不相信天父派遣的耶稣 也就不会把耶稣的话 存留在心中 弟兄姐妹们 您相信吗 如果您相信 如果您相信耶稣是来自天父的使者 却没有把他的话存留在心中 怎么能说自己相信呢 真正相信耶稣 我们的心 必然会被圣化 耶稣在犹太人中的坚毅 不为求得众人的光荣 只寻求唯一 天主的光荣 因此 即使面对误解和迫害 他依然坚持真理 讲述真相 耶稣说 我认得你们 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 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 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 这两句话让我们反思 我们与天主之间有爱情吗 我们的理智知道天主是爱 我们的心有感受到天主的爱吗 主耶稣若没有对天父的爱 又怎能肩负起天父爱人类的十字架呢 若我们没有对天父的爱 又怎能肩负起天父爱世人的福传使命呢 若我们只是生活在寻求彼此的光荣中 那么 天主的光荣 将要借着谁来彰显呢 若不彰显天主的光荣 人与人之间的光荣 又有什么长远的意义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与主耶稣一样 肩负着被派遣的使命 我们可以称天主为父 也可以消失耶稣 做天父托付给主的工作 更确切地说 我们就是天人之间奥秘的使者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